师父慈悲,莫学见过很多老人家,他临终的时候进入一个阶段是泥流的那个阶段,很多第六意识都是很暗淡的,在这个时候还会有正念吗?我看过好多都没有了。 这个我们,好请说,我们晚年的时候,你要么好好的活着,要么就早点走,这个病动的多,这个不好,真的不好,因为你经常处在病动当中,你第六意识慢慢就会,就刚刚你说暗淡下来,真的是这样,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厌我临终无章啊,就是说,因为你经常处在病动当中啊,你这个色身影响内心啊,这个身心世界互相影响, 因为你的心要产生活动,要一直跟了,所以你跟身败坏的时候,你的明了性也受到影响,某种程度也受到影响,那么你长时间处在一种病痛当中啊,你可能病痛个一年两年还可以提起正念,时间久了以后啊,你就因为色身的给你的伤害太大,你的心就慢慢暗,而且你长时间没办法听闻佛法,你病痛的时候你很难学习佛法,那么你一个人不进步, 他就只有一个结果,就是退步了,这个就不好了,所以临终的时候啊,晚年是说,你可以迭早点走,不能被病痛所拖延,这个很重要,因为拖久了,你临终一定要怎么样,速战速决,净土中最好就速战速决,趁你精神体力好的时候就往生最好,那有些人是喜欢寿命长一点啊, 但是你,你要嘛就健康的活着,真的是这样啊,从金鲁终的角度是这样子,师父请问一下,那怎么创造速战速决的意味道,所以你要发愿嘛,愿我临终无障碍,你跟阿弥陀佛就是发愿说,我希望我,那这个愿意不可思议啊,真的你发愿啊,你所有的功德就往那个方向走,让我能够,要嘛划好活着,要嘛就早点走, 我跟大家讲,拖下去是对你非常不利啊,你这种修行啊,最怕一拖,一拖下去,你第六一世得不到很好的文师修,文师的智慧的加持啊,他就慢慢的退化,慢慢退化,慢慢退化,到最后就是暗顿的招了,当第六一世暗顿的时候,你已经不能成功的引导第八世了,那就有越力来引导你了,反正临终的时候,你要嘛第六一世引导,第六一世的 练力引导业力,要嘛就是业力引导你,所以你拖太久对你是非常不吉祥的,从金主宗的角度啊,因为你的第六一世暗淡啊,你失去了引导第八世的机会了,是吧?